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证实了他是被两名落亡的女嫌犯在脸上破叶后倒下 随后就死亡了 不过就没有提到金正男是不是有被毒死以外的其他致命手段杀害 也没有说明金正男身上有没有其他可疑的伤痕 另外警方也证实一共有11人涉案 目前已经逮捕了4人 另外7名男子还在逃 这当中有5人已经确认是朝鲜人 另外两人的身份还有待证实 无论如何警方今天并没有提及这群嫌犯是不是还在境内 所以不排除他们已经在案发当天离境逃走 另一方面 有关移交金正男遗体的争议一直都备受关注 根据今日自由大马报道 金正男的第二位夫人李慧静 向中国驻马大使馆求助 希望引渡王夫的遗体 无论如何 全国副总警长诺拉西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 警方目前还没有跟金正男的近亲取得联系 因此警方从金正男逝世那一天算起 给予他的亲属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马办理认识及DNA见证手势 否则警方将转向第二个选项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这第二个选项是什么 换个焦点来看政治新闻 马六甲行动党四个议员退党一事继续余波未了 针对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早前放话 如果他们有意归党就必须公开道歉 并且收回之前对行动党的所有指责 沈童青回应心领了 但是退党的决定不是儿戏 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重申自己没有乖离和背弃党的原则 只是提出行动党的病 并希望党能够积极看待 不论是补救还是改善 国政兼民政党兵中主席邓张耀也来插一脚 他认为林吉祥和林冠英 不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国政搞鬼来转移视线 而是应该正面回应退党议员的言论 并为上街大选鼓励华社支持一党一事向选民道歉 他也趁机提醒华社 不可以投了再算 否则就没有回头路 国家的未来就在大家的手中 最后为您跟进 昨天午夜发生在新山内环公路的一宗恐怖车祸 一群飙脚车少年被撞造成八死八伤的悲剧 照获的22岁女司机 预料在完成协助调查后将获准保释外出 而这名女司机也表示 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 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另一方面 为了安抚死者家属 柔州政府将派发1600令吉 给各死者家属作为紧急援助金 以及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柔佛周大臣莫哈默卡丽表示 希望透过委任律师研究这起意外 以展开相应的行动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百隔大世纪是由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